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老河的种植笔记 今天呢说一下关于这个乡村的播种方法 其实呢这个种子 我之前已经遇过成功一次了 但是朋友又给我拿了一包 那这些种子我又重新再播下去了 呃我之前失败过两次 一次的是换在露窑器上面吹芽 还要一次的是 泡完水以后 然后呢换纸巾 拿个袋子装起来换在 25度左右的地方吹 但是它密封住了 然后呢温度有一天高高过27度时了 这个乡村芽的种子泡水的 一定要水要多放一点点 然后泡个 24个小时 中间呢 水要换一两次 然后直接播下去 上面再盖一些土 乡村芽播种 成不成功的关键在于温度 你不要把它换在超过25度的地方 你给它换在 20度左右 10天左右 10几天 12天就能出芽 我这个第2次播的 出芽率还是可以的 我还有一盘没拿出来 能出到 60%吧 算OK的 这个之前 播的 这个是之前播的 出芽率 达到80%左右 这批的种子 说起来很戏剧性 我第 第1批第2批的种子中失败以后了 我在上网买的 那个买家居然又给我 寄了一包种子过来 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份斗签信 他说我没有告诉你种子 出芽的时候不要超过25度 然后 第3次我就成功了 我就把它那个移植下去了 但是因为之前失败两次我又就朋友拿了种子过来 乡村苗的种子的又不不怎么容易保存 我就把所有的 第 种子第4批又种下去了 所以现在是很多很多的乡村苗 那今天的 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些 喜欢老孩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